都说岁月一世荣言一老 然而在娱乐圈却有很多人反其道而行 即便已经接近不惑之年 却依然年轻住言有数 让人惊叹岁月对他们太温柔了 在最近一期的蒙面唱将猜猜猜节目中 张志玲作为被新邀请的蒙面嘉宾 两项节目现场 一手摇滚版的蒜尼痕 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大受观众好评 说实话 以歌手身份亮相的张志玲 确实让人惊艳 但是更多的是他这么多年 一直未变得龙貌 可谓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男神 之前演员萱萱也曾在网上 晒过一张和张志玲的合影 这对昔日的荧幕情侣站在一起 给了大家一波满满的回忆沙 虽然过了很多年 可是男神女神依旧美如当年 养养的恨 萱萱身上更是多了成熟女人的韵味 她表示虽然很多年没合作了 今年也只有一次 但是还是很开心 看了多年的友情还是没变呢 期待两人惜一次的合作 看到照片有很多人 可能会好奇张志玲 到底使用了什么魔法 怎么这么帅又年轻 如果说到年轻 那每个人的保养方法都不同 可是要说到帅 那可真就得感谢张志玲的妈妈了 张志玲的妈妈叫曹珍妮 虽然没有出道演戏 但是却十分漂亮 而且之前过70岁生日的时候 曹珍妮完全看不出年纪 整个人的气质非常好 网友纷纷感叹一家子的基因 实在太强大 从上出的全家福利 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张志玲的舅舅曹查理 曹查理曾经跟很多大派明星有过合作 在成龙的警察故事里也多次出演 大家喜欢这一家人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